朱德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号召 共和会 并且开始进入了 伟大的建设时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 新的理事人物 是要技术和全国人民一刀 攻固人民民主专政 攻固国防 包围人民人民胜利的成果 包围主国的建设 包围东方与世界和平 朱德同志多次接见人民解放军的代表 十分关心部队的建设 朱德同志多次深入海军和空军部队视察 朱德同志指示 海军纸战员要虚心学习 努力工作 建设一支足以防御帝国主义冒险侵略的人民海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